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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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Nay M班的陈安琪 最近我收到秘密情报 原来我们学校都有很多小时音乐家 现在就等我来为大家获片出来啦 Let's go! 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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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唱得很轻啊 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你和这些乐器啊 当然可以啦 我是5LD班的陈安琪 我刚刚唱的是长笛 它是一种舞本乐器 我已经学了它五年啦 你学了长笛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得着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我刚刚开始吹长笛那时 觉得它很难和很辛苦 不过不断地联集之后 我黑服不是忍耐了它 联集那时不懂的 慢慢地就越吹越好了 哦,那等我记录一下这个要素 要成为一个小小音乐家 一定要忍耐和不放弃才可以成功的 多谢你的分享啦 不用客气 现在我就要快点去找下一个小小小音乐家啦 拜拜 拜拜 咦,这个是谁来的? 他都不是穿着我们的套校图的 你好,你是不是是观念黄老师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 我在这儿撿镜照啊 那帮我拍了这张照呢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参加国际管乐节 时有吹炖大和馆的样子 黄老师,今天学了大和馆更久 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最小我刚才学大和馆呢 因为大和馆它有很多个按针 所以陪子肯它一定的难度 而且因为小时候子头的教细呢 我常常都按不下个音 很多时候都就音 他觉得这些为什么人家吹 带哥哥带自己吹会很简单 我吹这么难的 就会有一点点气馁啦 还有可能放一首歌要凉三个星期 都会想放弃的 但是呢,幸好有老师啦 还有家人鼓励我 那我就尝试坚持吹完一首歌 吹一吹一下呢 甚至可以参加乐队一起去吹奏 这就获得很大的成功 这一次就教了我要学习 如何去坚持和忍耐 那就会完成这一次的啦 多谢你的分享啦 真有利我们的贵良多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透过 热上老师和同学的分享 明白到学习乐器那时 需要有一个克服更难 和保持天悲的心 希望同学可以回路更多的小时音乐 拜拜